很多人会腰痛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们这边看这个说明 比如说搬运的工人 久坐 长途开车的司机 坐跃指的一个场步 以及坐姿不良 都会导致一些腰痛 基本上主要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他腰的负荷力太大 所以你搬重的人 因为他腰的负荷力变大 所以他容易腰痛 另外呢 久坐的话 其实会导致我们的腰痛 会比较厉害 我们临床上做一个 检测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说 你站直的时候 腰椎肩盘的压力是100的话 其实有人做过 很好的一个测试 就是说竟然躺的时候 腰的负荷力只有25 但是你侧躺的时候是75 平躺反而比较少 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说 你腰痛的人会建议他 先多躺 因为腰椎肩盘的压力会减少 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 其实腰的负荷力 竟然会到140 噢 站的其实反而对腰酸痛的 的问题其实不多 嗯 对 但是我们如果说 拿东西在负荷的时候 那个腰椎的压力就不一样了 甚至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是 腰的负荷力假设是140 我们身体很多人在做的时候 身体有点往前倾这样做 可是大家知道吗 你这样往前倾的时候 你的腰椎的压力变成230 所以这个是大家不会去注意到的 嗯 所以你站着的时候身体有点往前倾 也会增加腰的负荷力 从这个地方的测试的一个指标 你可以了解到说 为什么腰痛会慢慢的累积 长期疲劳累积出来的 嗯 所以有人如果说你今天腰很痛的人 其实也会用一个护腰 把你的腰护起来 嗯 它有什么效果呢 它基本上可以减少腰椎的 承受力减少30% 它不就是一个束带的概念吗 对 第一个就是它可以减少你 这个腰的过度的活动 另外呢 它可以分担你拿中的时候的 纵向的一个支撑力 可以帮你分担一些 所以它有减少30%的效果 所以是在临床上护腰 它的确是有作用的 有作用 但是有个问题 必须跟大家特别建议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说工作的需求 你需要护腰 那是一定要需要做的 如果有这种真的很需要的时候 但是你如果说平常休息 就不要再去护腰 为什么 因为我们长期用护腰的话 你的腰的肌肉变无力 因为你就是靠外力把你缩紧就对 对对对 所以另外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就是 我们做一些肌肉的训练 比如说前面的腹肌 后面腰的一些激励的训练 让自己的腰产生一个天然的马甲 把它框住 让你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 就是一个最自然最好的一个方法 有些人呢他可能就突然临时闪到腰 这也是经常可能不知道怎样 可能一个姿势不振闪到腰 那又很痛又没有办法去急救的时候 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可以做一个自救 有没有那个穴位 按下去说舒缓了这样子 中医其实有很多穴道 它这个最有名的一个腰痛穴 它是在手 比如说我们第二指跟第三指中间 这个长骨的这个缝 然后还有这个在第四跟第五之间的缝 这个要怎么找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长骨呢 由下往上推到底推不上来 嗯 这个骨头交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腰痛穴 你一边按揉的时候呢 一边活动我们的腰 一定要这样动吗 对对对 为什么作用是什么 因为你这样按揉的时候呢 你的经络气血这个地方相对应点 就开始畅通了 畅通了你在活动的时候 让它气血循环更好 这个就是我们中心常讲一个动气疗法 这样的话它的疗效效果 会加成会更好 所以两个穴位要按 两个穴位都可以按 比如说我闪到左边 我要按左手还要按右手吗 其实我觉得两边都需要按 当然中医的理论有时候说 左边用右边来治嘛 可是经络的循形 其实是同侧的运行比较多 所以我会建议两边都可以按 因为你既然很痛了嘛 其实你多按 我想对你是没有差的 所以这个其实扎针 你们也是扎这个穴位了 对扎这个穴道 所以腰痛就扎这手上这两个 对这个是一个方法 当然其实你根据它的 临床的表现的不同 其实是有不同的扎法 当然我们现在讲是急性 急性的话是让你稍微缓解 比较快一点 但是你如果是慢性的腰痛呢 它的问题就要就像刚刚讲 我们去分析它到底是腰椎 这个曲度不够呢太直呢 或者是曲度太多 这个时候你必须把它分 因为你要彻底改变彻底治疗的话 你必须详细的去细分 这样的治疗的效果才会好 今天呢我们也会请吴医师 教我们一些怎么样自我保健 然后避免我们会有腰痛的 这样的一些保健操 所以等一下观众朋友呢 也可以仔细看一下 如果您觉得好呢 也可以把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身体享受更健康的一个生活 那接下来就是要请吴医师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有没有哪些的动作 就像您说的 加强腹部的这些肌肉的一个训练啊等等的 这样可以避免我们产生腰痛的 这样的一个症状 我们整个完整的介绍 我们的一些临床常用的一些 自我保养的经验的方法 久住的时候腰会容易痠痛 这时候呢你可以站起来转动你的腰 让你的腰的肌肉气血 达到一个舒缓的一个状态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双手插腰 然后呢你的腰就这样转动 可以先顺时针旋转个十次 转完之后呢 我们再逆时针旋转个十次 就可以让你的腰的肌肉 舒缓 标锥的疼痛稍微改善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穴道按压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腰带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咖骨的最上缘 这地方会有一个凹陷的一个点 用拇指这样去按揉 把它揉松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力道不够的时候 你可以用你的这个拳头 做一个按揉的动作 另外呢 还可以做一个搓腰的动作 掌心先把它搓热之后呢 在腰这个地方 这样上下的搓 上下搓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你也可以 手这样扣住稍微不动 轻轻的这样子揉 在揉的时候你可以顺便 这个脚后跟稍微这样抖 这样一搓 一边这样抖 这样的效果会更好 我们来示范一下 当你的腰椎曲度太直 你弯腰的时候会疼痛的 这个时候怎么调理呢 很简单 就是腰太直 所以我们把曲度把它撑出来 我们先趴着 然后呢 这个手肘 把上半身稍微撑起来 撑个大概10秒钟 10秒钟之后呢 你慢慢的 再把上半身撑得更高一点 一样10秒钟 这样子来回做个10次 让你的腰椎的曲度慢慢的增加 慢慢的舒缓 如果说我们的腰椎是 呈现一个曲度过弯的情况 甚至就是你往后仰会痛 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是 弯曲的一个动作 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 抱膝 抱膝呢 你可能会需要 找一个绑带 这绑带呢 最好大概就是5公分宽 在你的膝盖的下面 做一个绑腿的动作 为什么我们会需要绑呢 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会比较不费劲 而且动作会比较标准 效果会比较好 好 我们现在绑好之后 我们先躺下来 躺平 然后两脚弯曲 这时候呢 脚可以上来 先做一个暖身的动作 这样抖 这样抖呢 可以让你的腰 整个做一个抖动 整个一个放松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可以做个20次 做完之后呢 我们开始做抱膝的动作 抱的时候呢 尽量你的膝盖 跟你的头 尽量能够对得起来 然后再放松 中间呢 抱上来的时候 可以停调个3秒钟左右 然后再下来 一次可以做10次到20次 如果说我们的 腹部的肌肉 核心肌群的力量不够的时候呢 我们的腰的支撑力 也会跟得不够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抬腿的动作 两手放在床边 两脚伸直并容 两脚 这样抬起来 可以抬45度 甚至更高一点都没关系 可以做10次到20次 做完呢 我们可以两脚弯曲 两腿稍微撑开 这时候呢 你的脚 轮流的膝盖往内射将 移动 在移动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个旷关节这个地方 会得到一个放松 旷关节这里放松呢 你撞起来也可以稍微放松呢 这个腰也会跟着 舒服起来 做完之后 我们的脚再伸直 做抱膝的动作 这时候膝盖往上 可以先往这边同侧这样抱 重点是 你如果说 你的离状肌 紧绷导致了腰酸痛 的坐骨神经痛的话 膝盖记得要往对侧肩膀 然后这样抱过来 抱一分钟 好 一分钟之后 我们再换另外一边 一样 膝盖往对侧肩膀 这样过来 这样子抱的时候呢 这边的肌肉 其实不会紧绷到很紧 当你往对侧肩膀 一抱的时候 深层的离状肌 整个肌肉都被拉紧了 就有点拉紧的效果 一分钟之后 你的深层的离状肌 就可以得到快速的改善 两边同时抱完之后呢 我们再同时 再上来 让两边对称的舒缓 这时候呢 脚可以这样子 轻微抖动 可以让我们的腰部的肌肉 整个在做一个放松的动作 最后呢 我们收尾 可以做这个 非常简单舒缓的动作 这个动作 对于腰部有开过刀 有装铁片的人 铁架的人 都可以做 就是两脚并龙 左右这样摇摆 摇摆弧度呢 可大可小 来回可以做个20次 这个时候呢 刚好两脚弯曲 你可以脚稍微开一点点 然后呢 你这两边的踩骨 在上下的扭动 一上一下的这样扭 可以让你背部的肌肉 甚至整个背部的筋膜 你要松开 有的腰会很痠的人 后面很紧的人 也可以得到很快速的一个缓解 我们也讲到 就是说腰痠 有些人就会说 有些食物可能 是不是可以也让我们的那个肾气 补足一点 就比较不会腰酸呢 其实我们中医在论述这个 腰酸通常就是肾足骨 所以这个腰呢 刚好就是肾所附着的位置 所以呢 我通常补肾的东西 其实中医的食材 跟腰非常的多 我们现在举例这边 这边有腰果 然后枸杞子 然后这个核桃 然后这个黑芝麻 这四个药材呢 其实有一个补肝肾的一个作用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黑芝麻 黑芝麻它补肾 而且它补充钙肢 它们油脂非常多 这个油脂呢 可以滋润我们的身体 包括我们的一些筋骨 这个腰果就很有意思 它看起来像一个肾脏的形状 所以它对我们肾脏有补养的效果 但是我们这边要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个重点 有一种人我会建议不要去碰 譬如说它那个身体中上火的人 血压本身就很高的人 就是不建议 另外有一种譬如说慢性B型肝炎 C型肝炎代源者 他们的体质上就是偏燥热 很容易上火很特别 我曾经有患者就是 他有B肝代源 他就是一个星期就是一桶 那个坚果 结果后来他吃了大概两三个礼拜下来之后 他发现他怎么能 人变得很容易疲倦疲劳 后来发现就是肝的指数就升上来 所以身体火热体质的人 就建议坚果就是要少吃 那人家也说是不是多吃胶脂 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腰部呢 可以比较好一点活化 因为毕竟我们譬如说 哪里酸痛 可能里面还是需要一些胶脂来补充嘛 对 这个胶脂的补充 其实对我们非常重要 比如说鸡脚 或是猪蹄 或者是多煮鱼汤来喝 其实是非常好的 他补充的是优质的蛋白质 而且他的一些油也是好的 然后他的胶脂的补充也是比较好吸收 如果说你今天是吃素的人 你可以补充香菇之类的 或者是秋葵 黏黏的 黏黏的 黏黏的他胶脂就比较多 另外有一些海藻类的 他的胶脂也会比较多 这是可以补充的 另外一个就是腰痛 表示说他的气血循环比较不好 气血循环不好 其实我们可以吃一些 活血化育的一些食材 其实最简单最好的就是 就是所谓的黑木耳跟生姜 再加几个红枣 为什么 因为红枣它可以营养我们的脾胃 让我们的能量可以从肠胃整个带到全身 而且黑木耳、生姜、红枣 常常煮来吃的话 可以把心血管阻塞给它改善 所以有人心肌梗塞、心脏病的人 你连续吃三个月 你的心肌梗塞的、酸塞的情况 可以慢慢的改善 另外洋葱呢 洋葱它对那个化学质有帮助 所以我们除了要补充胶脂 还要活血化育 还要补肾气就对 对对对 那含粮食物伤筋骨 那么医师有这么一说吗 有 其实含粮的食物就表示说 你的循环会变得不好 你今天腰痛就是表示你的循环不好 所以这个时候切记一些冰的东西 跟含粮的食物 含粮的食物 比如说最常听到 比如说空心菜、香蕉、还有竹笋 这是比较常听到的饮食 要注意的 为什么乌梅这个也不能吃呢 我们讲那个酸伤筋 今天你如果是你的腰椎比较无力的 肌肉比较松软引起的这种腰痛 酸的东西就更不要去碰 像这个糯米呢 有的人就是肠胃不好 吃糯米它会让你的肠胃就消化不良 肠胃消化不良的话 你的气血就会不顺畅 整个人就会不舒服 另外呢这个糯米它比较黏 所以它会有一个黏制的一个情况 所以会导致你的气血稍微比较不痛 那为什么不能吃辛辣 不知道可以活血化育吗 这个其实有分程度 因为像这个辣椒 我觉得它不叫活血化育 它叫上火 上火 那你今天如果说急性发炎的时候呢 你今天要给它火上加油 这样子你就其实就会更严重 所以其实我们在腰痛的时候呢 食物的选择还是要特别注意 那当然今天呢也要提供给观众朋友一道药膳 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 杜仲三七猪腰汤 杜仲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也强筋骨补肾 三七呢可以活血化育 我们把这两位药材把它磨成粉 为什么要磨成粉 磨成粉比较好吸收 我们希望等下吃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都把它吃进去 因为你这样整个所有的微量元素 整个完整的吸收 另外呢我们今天还要用一个珠肾 是 珠肾呢它就可以直接补肾 在煮的时候我们可以撒一点盐 因为盐可以入肾 对所以我们的煮法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珠腰放在碗里面 切片洗净之后呢 然后再撒上一点杜仲粉 跟穿基粉 然后再去电锅里面把它蒸 蒸熟就可以吃了 那我想问一下 有些人他会就是把那个杜仲研磨成粉 就是吃那个胶囊嘛 他就把它装成胶囊 所以这样子也是可以顾我们的腰吗 杜仲就是直接磨粉来吃 穿基粉本本身就是 他最常用的就是直接磨粉来吃 你如果是刚好是吃素的人 我们把这个穿基粉跟杜仲粉 直接一比一 每天就各服用三公克 对你的腰的那个气血循环 其实是一个简单的保养的一个方法 所以以这道食材来讲的话 主要是以肾虚为主的一个疼痛的人 其实是最适当的 在平常生活当中呢 做好我们的生活习惯 也是一个很好保护我们的腰的一个方式 那吴医师有没有建议在生活当中 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第一个就是你的坐姿 一定要坐正 不要坐着歪七扭八的 然后另外就是 尽量不要久坐都不动 另外比如说我们班重的时候 就是如果都腰不舒服的 可能暂时要用个护腰 这些是要特别去注意的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呢 就是我们平常呢 千万不要久坐 当然大家的时间可能都很长 就是可以像吴医师讲的 就是我们起来 然后动一动 然后我们在家里呢 找一个平面的地方 当然也不要在软软的垫子上去坐 这样可能反而造成一个 另外一个伤害 就今天也要提供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就是提供给你们生活当中的 一些小妙方 可以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呢 更好一点 大家好 我是丹妮 感谢你的收看 还希望我们做哪些主题吗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们会和您分享更多的养生妙招哦